欢迎各位益友全面进场 11月2日礼拜三的第五节 我们继续去跟进一下大陆方面的最新情况 有两单消息要和大家分享 第一单消息 富士康郑州园区所在的郑州市航空港区 今日无预警宣布 从即日起实行7日的全域静态管理 一般的民众除了外出接受核酸检测和紧急就医 一律触不出户 第二单消息 广州市在严格的管控底下 城中村乱象重生 有民众就爆料 围封住城中村的水马场不断遭到破坏 好了在讲下去之前 首先就要呼吁各位益友 记得免费订阅我的频道 多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一起去看看 究竟大陆怎样坚持动态清零总方针 不犹豫不动摇 先去看看郑州的情况 在今天 富士康郑州厂区所在的郑州市航空港区 无预警发布了一份通告 宣布从即日的中午开始 实行7日的全域静态管理 在静态管理期间 全区是要保持住静默的状态 暂停各类聚集性的活动 全区实行交通管制 除了生活物资保障 防疫物资保障 城市运营 医疗救治保障 和疫情防控工作车辆以外 公交车 出租车 网约车 一律停运 其他车辆禁止上路行驶 在静态管理期间 除了承担疫情防控任务 和维护城市基本运行的人员以外 全区所有行政事业单位人员 全部居家办公 除了区里面所确定的重点企业 保障民生的公共服务类企业以外 所有经营性场所 一律暂停营业 除了承担保供保障任务的超市 药店以外 其他的商户 一律暂停营业 其他人员 除接受核酸检测 和紧急就医以外 一律触不出户 哈哈哈哈 就是根本上 就和封城没什么分别 只是开超市 开药店 这个公交就停运 商户又停运 要足不出户 那他就不用封城 不用封控 现在呢 就是不断地改那些词汇 因为一听到封城 大家就鸡地脚走了 于是乎就改做封控 封控都不行 就改个轻强一点的 叫做静态管理 静态管理再不行 就静默状态 总之就不断来到去改那些词汇 但是实际执行起上来的措施 其实都是差不多的 在早几天的时候 鸿海才发布了一份通告 就说所谓闢谣 当时网络就流传 说这个郑州的厂区里面 就有两万人确诊的 富士康就说 这个是严重不实的讯息 是假的 那为什么现在又说要封控呢 是不是 你说两万人是假的 那多少人呢 一万九千九啊 还是多少 基本上就要发布一个真实的数字出来 如果不是何谓闭谣呢 你说里面没有两万人中招的 那多少才行呢 是不是一个都没有呢 如果是有的 也就是说已经爆发了疫情了 那你多少人才可以 你说人家不实 根本上这些的澄清呢 我就告诉大家 是叫做不尽不实 你既没有交代 究竟在这个郑州园区里面 有没有爆发疫情 也都没有交代 如有爆发疫情的话 究竟是多少人确诊 那你一味就说 那些是假的 那喂 常常都说假的假的 但是喂 过几天呢 那些员工就大逃亡 去到今天呢 就直接说要七天的全域政态管理 那以后你说的 你还被人相信才行呢 是不是呢 你不只是说人家是假的 你要告诉人家 人家是怎样假的 而真实的情况究竟是怎样的 你这样才是叫做澄清 和所谓的辟谣嘛 那当然呢 你做所谓的辟谣的时候 你就要把真实情况 如实交代啦 如果又被人踢爆你 说大话的时候 那就更加之差啦 但是 就不像现在这样啦 据河南省卫健委的通报所说 在昨天 全省新增了本土确诊病例64宗 全部都在郑州发现的 全省新增了本土无症状感染者295宗 郑州占了294宗 即是炒了也不够一碟而已 64加295 即是全省400宗都不到 哇 就已经这么大阵仗了 即是说香港的灵头都不到而已 香港昨天多少宗呢 4766宗 哈哈 即是说 人家就 只有三百多钟 就已经要搞这么多大龙凤啦 即是反映呢 要坚持动态清零总方针 是很有决心啦 我不是想说他有问题啦 他封就没问题啦 不封才有问题 哈哈 哈哈 这样这个 七日的静物管理底下 到底 富士康开不开工呢 鸿海呢 就发了通知啦 就说呢 区里面呢 他们是一个重点企业来的 故事呢 生产是不受影响 即是说他们不会停工的 那问题就是 生产不受影响 但是的产能呢 就一定有所下降的 因为你这么多人在里面确诊 我不知道里面有多少人确诊啦 但是肯定是有啦 根据网络流传的消息 就似乎是多少人 拿去隔离啦 在那些员工宿舍里面 再加上你又走到一大批人 大逃亡 实际的数字是多少都没人知道 反正在网上那些影片 就拍着很多条片都很多人 白天走的又有 晚上黑走的又有 即是不同人啦 是不是啊 所以呢 就产能会下降的 我们再看看郑州的情况 又如何 郑州较早前 是实施了封控的 但是呢 去到昨天 11月1日 官方突然之间 放宽限制 有些居民就怀疑了 究竟你是不是真的呢 后来很多人在网上 就鬼杀禁嘈 说政府搞这个 叫做表演性的解封 究竟什么事呢 怎样表演性解封呢 有网民在微博上面爆料 一家购物中心 在昨天重新营业 员工被要求到场上班 但是当地居民就说 那个社区呢 其实还处于封锁状态 那个购物中心 所谓的营业 只不过是官方在搞表演而已 另外 网民还分享了 央视 采访公众的一些画面 有居民就说 因为有记者前往访问 当地才装模作样 说要扮解封而已 实际上 他们仍然在受封控 微博上面 有大量贴文 提到表演性解封的词语 但是 现在就没有办法 再搜索得到 很可能那些贴文 就是被屏蔽了 或者被下架 但是Twitter上面 很多截图 外网你没有办法封 现在Elon Marks 买卖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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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卖 你更加就没有办法 阻止消息流传 因为现在很多人 基本上在大陆的微博 微信的朋友圈上面 看到那些贴文 他认为是敏感的 马上就截图 立此传诏 他留下底线 做一个备份 然后马上扔上Twitter 所以其实现在不需要 在微博上面找料 因为很多人会转载去Twitter 尤其是那些海外的华人圈子 大把 你知道 有一个趋势 是发生了什么 你再去微博搜 如果你是够快 其实还在微博看到 相关内容 如果迟了 就没有了 肯定就是 被人删除了 下架了 屏蔽了 这个就是现在郑州的情况 好了 接着我们看看 广州方面 是怎样 广州最近这几天 都是超过200宗的病例 昨天的确诊 降到100以下 但是无症状 还有200多宗 其实也不需要分 有没有症状 新冠就新冠 九十几样东西 你需要再分 阳性的 你又说要分 确诊和无症状 确诊那些 你需要分重症和轻症 重症那些 你又需要分 哪个紧急 哪个危态 你以为玩21点 你又不断分门 那不要紧 都是一个数字 根据自由亚洲电台引述的 一个女士所说 这个人是住在 广州市白云区家祸一带的城中村 她从事电商行业 她爆料 目前她的生意 受到了极大的负面影响 主要在发货方面 因为快递完全进不来 很不稳定 第一天叫她们不要发货 然后下午又告诉她 行了 到了第二天 又说不要发货 第三天 快递完 就跟她说 可以偷偷摸摸地发货 偷偷 博上级 查不到 因为要防疫 要动态清零 那些货品的表面 都可以瘋身观 你看那些大白就知道 拿着棉花棒 在地上也可以采养 在鱼嘴上 把棉签放进去 采养 大家有没有见过 那些影片 很荒谬 不过不要紧 要动态清零 要做足些 那些信件 那些包裹 你数一数 采养 那些检测机构又赚钱 那些检测机构 那些大白就是要靠这样出粮 有钱 好了 这个女士就说 在这种情况下 电商行业的经济压力很大 因为很多快递都出现了物流的退件 就不是说收件人不想要 而是根本上无法送到 比如说新疆就已经停了三个月了 完全是没有法子 把货品发过去 尤其今次的封控 就在双十一之前 对他们的损失就非常大 电商下半年的生意 无非是准备做双十一 谁知道现在搞成这样 就真的很惨 大陆最喜欢的 是不是 双十一 难道是双十搞吗 双十不行 双十一 四条一就说什么光棍节 大陆很喜欢搞这些东西 那就不要紧 其实外国也有的 那些什么购物节 最出名的就是感恩节 然后就是黑色星期五 现在再加上一个 就叫做Cyber Monday 就网络星期一 这个就是美国最流行 不过别人就很多年了 大陆现在就叫做是学东西 不知道是学得足 还是东施效频 人搞他又搞 无中生有 实际大陆大把节日 他不做 对不对 虞难节都可以 或者重阳 中秋 他不做 就是要无中生有 弄个双十一出来 才觉得过瘾 不要紧 现在没得搞了 根据广州的民众爆料 这个女士还向记者说 在城中村里面 不少 没有红马的人 并没有听从当局的禁令 在村里面周围走 而在先几晚 村里面所有的居民 都涌了上街头 擠满了 等候做核酸检测的人群 为什么呢 因为在当晚所有人吃饭的时间 晚饭的时间 全部被赴皇马 由于村里面缺少 为皇马人士做核酸的暂点 故此出现了人员的大规模聚集 而且秩序很混乱 他说 现场基本上都没有任何秩序 状况是很恐怖 如果超时不去做检测 马王座就没办法进入任何场所 等同废人一样 但是这么大规模的聚集 其实一样会提升传播和感染的风险 但不要管了 总之什么都要核酸核酸核酸 那就验饱他咯 另一个广州的民众就说 他住在海珠区的康乐村 当地的工厂和作坊 仍然是运作的 那些人为了躲避风控检查 全部都在下半夜工作 上半夜还是一片直静的 下半夜灯火通明 全部的人走去开工 虽然围着那条村 有些水马场很高的 整个人这么高高的人 但是都阻挡不住那些民众 有人就直接将那些货物 扔出去 有人就破坏那些水马场 有些人就索性走出去 这样 康乐村就是位于 广州国际兴访城旁 里面有大批湖北籍的民工 从事布匹制造的行业 故事村里面的小作坊临立 这个民众就说 在城中村里面 虽然有主要由本地村民 在内的党员组成的维稳力量 但是面对着这种开工现象 都是处于 只眼开只眼闭的状态 而他也说 水马场就被拆开了很多洞 那些村民就利用这些洞 进行人员流动 和物资的流动 那些本地村民也算是这样 只眼开只眼闭 当没有发生就算了 如果是北方一些 不是人敢品的 话之你不要做 严格封控 坚持清零 哪里还有得被你偷鸡摸狗 下半夜开工 这班人算是这样 起码还让那些民工 叫做 找一餐饭吃 不用说 完全守庭口庭 否则 情况更加的惨烈 尤其现在差不多过年了 今年过年又提早了 还有两个多月而已 所以 就看看这种情况 可以维持多久 万一再有些上级 非本地人来干预的时候 我想就没得开工了 可以准备收皮 好 这一节先说到这里 多谢大家收听 拜拜